可是感觉跟主播就好的生活 会时不时出现惊喜 对 因为我是一个 很看心情跟 很需要惊喜 的人 我觉得 那我这样子算蛮浪漫的吧 是吗 但是我会很 我觉得我有一点就是感情洁癖 就是 我会 很特别的注意 一些很细微的东西 但是我那很细微的东西 就是被我发现了 我就会觉得心里面卡卡的 比如说 我不会问到底 但是我会默默的放在心里面 但如果哪一天他问我说我怎么了 我就会讲 我是一个问我怎么了 我就会讲的另外一半 我不会说 哦没事啊 没事啊没有啊 那如果 我说没有啊的时候 可能就是我的还在思考中 我心里面还没有一个答案 所以没办法告诉他 我觉得我应该是 我会觉得 如果在一起之前 在追你的时候 会做的事情 那在一起之后 没有做的事情 就这件事情又少了 我就会觉得 啊为什么你 我们还没在一起的时候 你做得到 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做不到 对我就觉得要前后一致 如果当前后没有一致的话 我就会非常care 然后我就 我真的不行 还有 还有就是 记得 我就是很 因为我记性很好 所以我会记得 任何的非常detail的事情 所以呢 就是比如说 我有跟 我有跟这个人讲过 我喜欢吃什么 我不喜欢吃什么 或是比如说 哦我的朋友 是有哪些 我最好的朋友是谁 但如果我发现就是 好像没在听 或是 连我喜欢吃的东西 或不吃的东西 也都忘了 我觉得 我觉得心里面就卡卡了